秦刚涉及火箭军丑闻 习近平政治策略或引火烧身 前白俄罗斯外交官分享与秦刚共事魔幻经历 政府报告显示 中共干预加拿大内政至少37年 希腊两座岛屿爆发大规模的野火 游客穿泳衣走6个小时逃生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真神TV两岸药文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北京在7月25号宣布免去秦刚中共外交部长的职务 王毅则二度出任外长 秦刚毫无理由的消失一个月 这件事情非同一般 不过外界没有忽略隐藏更深的中共火箭军的丑闻 韩国主要报纸之一 朝鲜日报发表该报 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崔有直的文章表示 与中华圈相较于秦刚事件 战略导弹部队火箭军领导层肃清说才是更热门的话题 迄今通过各种渠道传出的高层 包括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火箭军副司令员刘光斌 前火箭军副司令 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震忠都传出被捕 火箭军副司令员吴国华传出自意身亡 另外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拒前生 传射入火箭军高层丑闻被调查 具体到中共军方高层出事的原因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诚认为 与李玉超通过在美国读书的儿子 把火箭军情报泄露给美国有关 明报则说可能涉及间谍气球的风波 朝鲜日报的这篇文章说 对于军队内部肃清问题 中方一概采取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 中国媒体或社交媒体上 完全找不到相关的消息 但是熟悉中国内部消息的 香港明报等媒体 持续发布相关的报道 可见似乎并非是假新闻 旅居美国 但是在中国军队内部 仍然有丰富人脉的姚诚认为 秦刚案与火箭军案有关联 他25日告诉美国之音 秦刚被免职对习近平打击很大 其原因除了内斗之外 还可能涉及火箭军泄密 与间谍气球背后的美中情报博弈 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秦刚 担任驻美大使期间 不一定是秦刚被收买或者是策反 也可能使他工作上有失误 在秦刚消失期间 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温清开会 罕见的要求支持隐蔽战线的工作 姚诚认为 这恰恰的说明隐蔽战线出了问题 姚诚进一步的表示 被传自杀的吴国华 曾担任总参三部部长也是属于情报系统的 有在军队的朋友和姚诚讨论说 李玉超的儿子是被吴国华利用 关于秦刚火箭军目前外界众说纷纭 姚诚表示中共的军阀情报部门和外交部门 最近都出了事 后面的真相因为太丑陋 中共一定会隐藏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事情最后会水落石出的 房间有人提出 秦刚加上中共火箭军军头 这个级别的人物都出事 后面还不知道会牵出多少人 这一连串的丑闻反映了中共内部的动荡 也再度重挫习近平的形象 习近平在无法挽救中国经济之后 又显示出自己没有识人之能 甚至让外界再次聚焦中共艺人政治带来的风险 对此时评人士梁京在自由亚洲电台发文说 习近平稳住大位的一个政治策略 就是谁也别想过好日子 有人预料习近平无奈拿下秦刚一定感觉不好 一定会借机加大反腐力度 让所有对习近平不满的人没有好日子过 这当中也包括曾经拥戴他的权贵 梁京提问道 那么这种谁也别想过好日子的策略 会不会让习近平自己也不好过 甚至陷入很大的风险呢 秦刚在中共外长任上突然消失30多天 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前白洛斯外交官斯隆金24号 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 在2015年和秦刚共事的奇葩经历 斯隆金讲述说 当时习近平计划出访白俄罗斯 时任中共外交部李宾斯司长的秦刚 带团到白俄罗斯做事前的准备 斯隆金注意到 中共外交部李宾斯居然有过百名的官员 是一部庞大的机器 对比之下 白俄罗斯李宾部门共有11人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年轻外交官 能跟秦刚等高级别的外交官接触 斯隆金说 早在习近平到访的前几个月 中共外交部官员就坚持 每一天都到白俄罗斯外交部 找他们讨论礼宾流程 可是每次讨论的事情完全都是一样的 双方明明谈到了深夜 敲定了所有的细节 但是第二天 中国人又会上门要求开会 讨论一模一样的事情 日子就这样重复的过下去 斯隆金还回忆一段与秦刚有关的细节 习近平第一天的行程结束的很晚 而他第二天打算参访白俄罗斯的二站博物馆 因此秦刚决定在凌晨2点到现场检查 白俄罗斯外交人员只好叫醒博物馆的副馆长 来安排流程 斯隆金说 当时的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魔幻 秦刚在楼梯上一边数走了几步 一边问什么时候会奏乐 那个时候主席会踏上哪一阶 是这一阶吗 还是那一阶 你确定吗 斯隆金表示 当时是凌晨3点 他唯一的确定的是 他很想睡觉 因此随便指向了一级台阶 不出所料 这当然不是后来习近平在奏乐时实际所在的位置 斯隆金表示第二天早上他和秦刚进早餐 除了对秦刚流利的英文以及下属对秦刚的畏惧十分惊讶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让他印象深刻 秦刚吃汤面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斯隆金最后提到 等到习近平回国的时候 他向秦刚的一名下属搭话 询问这几个月以来 不断的重复的准备工作 到底是有什么意义 对方回答说 在北京有上百人排在我后面盯着我的位置 所以就算是我不做这些事 也会有人去做 最近被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共自37年前就开始利用或公开或秘密的行动 以及在加拿大的中国侨民来干预加拿大国内的内政 自由时报7月26号报道说 这份报告是加拿大联邦情报咨询委员会 在1986年2月份提交 题为中共对加拿大华裔社区的干扰 加拿大通讯社最近获得这份报告 虽然报告部分内容因为安全顾虑被涂黑 但是可见的部分指出 中共在加拿大正如在其他许多西方国家 中共利用公开的政治活动和秘密的情报行动双管齐下 持续地影响海外大型华人社区 利用这些侨民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目的 加拿大政府前情报分析员 现任卡尔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 巴恩斯说 这份报告显示 加拿大情报单位注意到中共干预已经几十年了 加拿大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联合主席 关卓中说 他对这份报告并不感到意外 据他所知 早在1980年代 中共就已经开始培养个人和团体来影响加拿大事务 关卓中对当年有人关注这件事情表示欣慰 但同时相信当时没有人采取过行动 他又说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中共为了改善其血腥镇压民运的形象 开始加强对加拿大侨界的影响力 希腊度假圣地罗德岛的野火已经持续了六天 受到热风的影响 火势难以控制 岛上游客加上居民共约1.9万人被迫撤离 不过因为交通受阻 大多数人只能是步行逃难 据TVBS新闻报道 希腊当局出动过260位消防员和18架飞机灭火 不过希腊媒体报道 25号到26号两天 罗德岛气温再升高 不利于救灾 现在罗德岛已经成为了人间炼狱 希腊政府形容这次撤离行动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当中约4分之3的人只能走路逃生 而且一走就是6个小时 但仍有不少的游客至今还是逃不出去 一名英国游客表示 从来没有想过会遇上这种事情 恐怕会有人遇难 一名德国游客表示 在救难人员的指示之下 他们就这么走了11公里 有游客身上只穿了泳衣 到了收容饭店 也只能躺在毛巾上 除了罗德岛之外 希腊另一个度假圣地科福岛 也传出了大规模野火的消息 当局紧急的出动飞机在空中进行灭火 同时海岸警卫队派出了15艘船协助 将近2500名居民疏散到岛屿东部地区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今大陆的微博等社交媒体 都已经实名制了 但是这两天 大陆微博上 关于吴亦凡犯强奸巨重淫乱 二审开庭的词条 有一位大陆的网友 就直接在微博上开怼说 每一次有啥大事发生 就把吴亦凡拿出来顶锅 上次是唐山打人事件 这次是奇奇豪尔体育馆事件 真的别蒙了双眼 要不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如果您还记得 唐山打人事件是发生在2022年的6月10号 而吴亦凡案一审开庭是2022年的6月11号 2022年的11月24号 乌鲁木齐发生大火灾 11月25号 吴亦凡案一审宣判 今年的7月23号 七七哈尔的34中体育馆坍塌 7月25号 吴亦凡二审开庭 那么对于一个加拿大人 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 专门帮中共掩盖丑闻 顶锅一次又一次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这简直就是当代的 无求恩 无存锐啊 当中共又一件丑事 被曝光出来的时候 就听见天边有一个声音响起 吴亦凡一级准备 吴亦凡二级准备 发射吴亦凡 但是经过网友们这样一番描述 感觉吴亦凡的妈妈会有些错愕 我当年生出来的是一个孩子呀 还是一个灭火器呢 还有网友说 这就是中国事件核定本的尴尬 但是不管怎么样 吴亦凡如此鞠躬尽瘁的承受 足以配享中共的太妙了吧 还有网友搞笑的说 有一位从未来穿越回来的朋友表示 吴亦凡已经70多岁了 还没有盼完呢 还有网友形容 当下中国的现状就是 有人大声的喊 说我们国家要亡了 政府为了转移群众的视线 赶紧说快来看啊 有炼铜痞 于是就有人说了 敢不敢换一个戏码 比如之前为了压住白纸运动的风头 就把蛤蟆给献祭了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